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們終於完成了 我們終於完成了 我們完成了多久 我們完成了 我們在太陽仔褥蜜 3小時 今天36度 應該拍攝的 這位演員 好熱啊 好熱啊 好累啊 我溫室中的小孩 我頂不住了 熱到不想說話 是經過很多次的討論 和很多次的演練 這一個鏡頭 是 這一個鏡頭是一定 一定要 完成到的 而且難度是非常之高 我們還要吸引 這個管理員的目光 叫他來趕我們走的 然後阿高拍東西 2樓 4樓 4樓 6樓 然後再下去 走到我後面 然後再叫管理員 Sophia叫的 管理員 施施然走過來 所以呢 對我們某些 Crew的成員來說 這件事 是人生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轉接點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 可能對你不是 我覺得是緊張 比我吃咖喱粉 超緊張 超緊張 他們現在 每個人都很緊張 因為很害怕失敗 每個人的動作都非常重要 希望我們成功 我們成功 喔 我們成功 好像成功 剛才我很傻的想法是Sophia想出來 她這麼傻的想法就是想這些的 麻煩你分鏡一下 是這個 這個 這個 準備3 2 1 單索摸下 Oh my god 先聽我說單索摸下 是 你們挑起我們就摸下 雙重摸下 跳起來了 跳起來了 接著我們就跳了 明白嗎 然後呢 搞定 剛剛結束之後 不斷狂彈 很興奮 沒關係 一定沒有 阿哥哥 我從沒試過跑這麼快 一步欄五步 真的 瘋了 打破了世界紀錄 明白了 流場都是我後面 很熱 我的汗好像在瀑布流 已經在瀑布流 我要涼冷氣 對 都很熱 但是很開心 首先 Mario go Mario go 我覺得Disto 是最開心的 我過了完之後 他真的這樣嗎 他真的這樣嗎 是 Mario go 好 我們剛剛拍完地鐵打麻醉那條片 我們原定計劃 就打算從北角開始拍到去寶林 然後再回到北角 現在我們搭了去寶林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在條頂嶺落了 條頂嶺 我們現在就在條頂嶺 為什麼我們會落呢 一個穿黃衣的地鐵職員 就無緣無故走過我們的車廂 跟我們說 不是 他本身不是跟我們說 他本身是好像在找東西 在找東西 在找東西 按了給那些地鐵職員聽說 這條東西開桌 然後才找人過來趕 那 我們其實就在去那程 去到總站之前 已經收了所有東西 還有那時候他一來的時候 我就其實走到另一邊 所以相機 最重要的東西 那些片 其實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不跟他們一齊 所以整件事沒事 結果就在條頂嶺落了 那我呢 在後面拍了少少的 片段 那一條人 很刺激 真的很刺激 還有其實 來拍的時候 就不太阻礙人 不過就是 我們都是想表達一下 那條片 打麻將也沒有地方 那 都要試一下在地鐵 在地鐵拍的 OK的 啊 我們到了這裡 草原了 好曬啊 好曬啊 起床了 喔 好曬啊 這位 bei 哈哈哈 救命啊 這是什麼東西來的? 對不起 所謂的草原 Sophia 草原了 哈哈 對不起啊 是我錯了 對不起啊 我們走了半小時以上 來到這裡 說不定有啟動 走啊 回去了 進機場 自己放在youtube 自己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不會特意 我們想知道 OK 不要誤誤 謝謝 拜拜 身體第一次被龜頭 穿機場 哈哈 哈哈 明天的東西 我們明天想在浮台 和水底打麻將 但是 剛剛出去發現 水非常混濁 所以我們決定放棄 在水底裡拍 還有我覺得可能性很低 因為潛下去之後很快就上來 所以 這件事很難做 我們終於拍完最後一天的拍攝了 我們今天去沙灘拍攝頭台和水面 大家有什麼感受都可以拍 做過一些瘋的東西之後 明天回到我覺得很好笑 我期待十點之後 再開這條影片 然後 給小女兒看 哈哈 嘩 媽媽搞什麼 哈哈 為什麼去牛排打麻將 我又要了 哈哈哈哈 有想頭馬上去做 不用怎樣想的 基本上 只要不是殺人放火 阻礙到有人 不怕犯法 想做就做 想年輕 要不然想到 就沒有可能拿張 再出附他 就要放的 是 我覺得我老的也會做 哈哈 我覺得老的也會做 哈哈 這些已經不刺激了 我覺得很少兒科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終於搞定了整個項目 雖然有些音未錄 還有一些濕肥的東西未搞 但是叫做我今個暑假回來 promise自己做過的東西 就是要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就全部做完了 然後連這個項目都搞定了 這個項目大家喜歡做 就立刻去做 就是我覺得人 人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就是 當你很想做一件事 或者你喜歡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很容易吸引到一些 差不多的人 從一起去合作 去做一個項目 你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這樣說 圍織領項 哈哈哈 圍織領項 那些瘋子會在一起 詩詩愛我坐完一台 好 多謝大家看我們的 Behind the Scene 那在完結之前 我想跟大家講一講 我們的理念 還有為什麼我們想出這條片 還有我們 究竟在這條片中 學到什麼 那我們的理念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的理念 就是沒有理念的 我們 我們做這條片 是just for fun的 本身 但是呢 之後拍下去發現 咦 我們好像 學到一些東西 那講一講 我們為什麼 一開始會做這條片 那本身呢 因為我是一個 big fan of 外國的一個YouTuber 那我就想 做一條 跟他差不多的片 那他呢 就拿著一張桌子 到處 然後就搭桌子 在那裡 然後放兩支筆 在那裡 寫字 或者在那裡做這些 這些事情 但是呢 我就想到 同樣的辦法 但是呢 我就想著打麻雀 那我們要約人 約一下 發現 咦 不如做一個故事出來吧 那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我們都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例如一開始 我們找不到人 我們找了很久 到最後我們找到人 但是到了途中 我們上了新聞 有些成員 因為家人 或者環境 而不上鏡 而局限著 然後 到我們 人事解決了之後 到環境 地點 地點我也都找了很久 究竟去哪裡拍可行 都找好了 到環境 可能我們去到那個地點 要有人 阻礙我們拍 或者下雨 等等 但我們通通都不理 我們 踏過了這一步 那我講一講 究竟我在這個project 究竟學到什麼 這個是我以前的confer zone 我以前呢 做事呢 是這樣的 我的mindset是 這裡 我要做一件事 那我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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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哎呀 有問題了 那我怎麼辦呢 不繼續做下去了 可能 轉其他方法 可能直接 放棄回去 原點 經過今次的project之後 走到過去 哎呀 好害怕 好多人會罵我們 不行 我們要去 繼續去 出過去 好了 做第二個 第二個先 又是這樣 又出去了 到現在 完成了整個project 我發現自己 看回頭 我的confer zone 是由以前 的這麼小 架 變到現在 這麼大個架 不只是打麻雀 即是可以 apply到很多地方 譬如我出街 我想找人 聊天 我想認識一些人 我就直接走過去 跟他say hi 跟他聊天 以前 不會的 以前 現在就 有勇氣很多 現在 打麻雀這些事情 在地鐵上面 可能很多人想到 但是 經常都說 我要怎樣怎樣怎樣 我要怎樣怎樣 不做 因為一碰到迫我就 繼續在我的confer zone 繼續走 因為我們社會 太多規限 太多東西 而這些規限 是一些 不讓你聰明的人 而且 可能沒有你這麼勤力的人 建立出來的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個規限裡面生活呢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在其中一個點上面 發揮我們想做的事情 而衝破這個規限 拍這段片段學到些什麼呢 怎樣和大家一起合作 你只做自己的事情 其實很簡單 但跟別人合作 其實很難 跟別人相處 怎樣表達你想表達的事情 告訴別人 叫別人跟你合作 叫別人做你想做的事情 好吧 多謝大家看我們的背景 就這樣結束吧 是